11日中午 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 带着人们期待已久的全新移民战略 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最新公布的移民战略包括25项新内容 比如对学生签和毕业生签证 提出更高的英语语言要求 更严格的签证申请测试 加强学生签证诚信部门 以打击违法的申请行为 限制那些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 在澳洲境内通过跳转不同签证 以延长逗留时间 并且推出新的需求技能签证 帮助毕业生找到长期工作 以满足当地劳动力的需求 政府首先肯定了留学生和临时移民 为澳洲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然而也承认目前的移民系统 无法满足现阶段的需求 数据显示澳洲海外移民净人数 在上一财政年度达到最高峰 超过50万人 通过更严格的学生签证规定 政府希望将这一数字控制在37.5万人左右 并在后续几年使其低于25万人 该计划得到了工会和商界的支持 但绿党领袖则认为 目前澳洲社会存在的严峻住房问题 不该怪在移民的头上 消息传出后 澳洲的国际留学生们喜忧参半 对于特定专业的留学生来说 更严格的签证申请条件则意味着 移民路上要面对更多的艰辛 对于工程方面的学生来说 这个影响非常大 因为很多学校的入学要求就不搞 工程的PY职业年和工程的职业评估 如果你在澳洲有两年以上的本科学习经验的话 要么就是不要求语言 要么就是语言是6.0 都是比目前提高后的485的要求要低的 就比以前要付出更多努力去达到这个分数 移民代理提醒 不论是计划来澳 还是已经在澳留学的学生们 都要做好提前规划 如果说你有长期的 留在澳洲的这样的一个移民的打算 那你在这个规划的阶段 你要提前选择好一些澳洲 可能长期比较缺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然后来学习或者提前做好 比如说语言或者工作这样的一个规划 在这个前提下的话 持续的关注澳洲的政策 因为澳洲政策也是一直在一个变化之中的 内政部长透露 净移民人数减半 目前只是一个估算而非目标 但如果这些新措施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政府有可能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 比如设置国际学生接收数量上限等